3月即將到來 但南部地區不像歌詞裡寫的 雨嘻嘻嘻嘻 下個不停 而是熱得要命水晴海 拉起警報 台灣已經1273天 沒有颱風登陸 像這樣的大雨 南部地區將近560天 未曾看見現在正遭遇 30年來最感旱時刻 從3月1號開始 嘉義地區調整為減壓供水黃燈 台南地區調整為減量供水成燈 逐步加大節水力道 而針對水晴燈號成燈地區 每月1000度以上非工業用水戶 例如 大量用水洗車的洗車場 新郎又消暑的游泳池 三溫暖集水療業者 還有其他非生活必需用水 有減量供水10% 循序漸進到減量20% 以減少產業衝擊 一般家戶維持晚間10點 到隔天早上6點減壓供水 雖然高雄貝源水源70萬噸 可隨時上場 但從高雄的降雨浪來看 仍存缺水危機 因此 全市三百五十三處建築工地 十三處設刺激用水取水點 優先用在搜房用水灌溉植物等用途上 現在南部地區的居民只盼老天能聽見心聲 在短時間內出現幾十宇宙元 華日新聞臨晚宇徐溫暖 嘉義台南高雄總能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